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习了什么是变量调解器 对不对 以及变量调解器我们怎么使用 那这节课既然Smart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常用的变量调解器 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些常用的变量调解器 对吧 咱们挑重点的几个去说 就不一一的把它都说了 因为咱平时用的时候也不能全用 对不对 就算咱们没有全学 那你就想只要知道都是干嘛的 只要知道都是干嘛的 那你将来用的时候也会非常方便 因为毕竟是给美国用的 你还是成员了解函数的作用 对不对 那学这几个函数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第一个 手字符大写 对不对 那上去还是没有这个 对不对 对 其实有这个 你看 手字符大写 也就意味着什么 将变量里的所有单子手字符大写 它名称叫这个 看到了吗 对吧 类似于P2P里的U4R的函数 来 我们把它在模板里边 打开 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换坑 下面处理一下 最后一个 把上面都删掉吧 因为我们前边金座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好 到了复备啊 竖线 只要用这个一处理 挂坑 对吧 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将手这么大写呢 看一下 顺美单子 手这么多大写了 对对不对 可前面我们讲的这俩照是对应的 谁呢 当了复备啊 相信 UPPR 对吧 这个是将每个单词怎么的 都大写 对 每个单词所有的大写 对不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参数 确定该数字的单词是否大写 对不对 不是必须的参数 它可以不传 对吧 是不耳形是真假值 那咱既然咱们想想着用法 咱就稍稍用一下 那什么是在数字的单词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个打开 因为有的并不是说所有单词都在数字 只不过咱们比如说 假如这样 对吧 一个DEMO 这是DEMO5 第五个演示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它转不转大写 你看DEMO5的是不是没有转成大写 对不对 如果我传个不耳形针 TRU1 这会用冒号传个参数 对不对 咱上哪个说的这个用法 你看是不是就带数字单词也很大写 其实就是这个作用 对不对 那再往下看 像这是不是非常简单 CAT 这干嘛的呢 连接字符串 对吧 你看这有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参数 就把原来的字符串连接什么 你看 在这块 对 这个字符串 原来是VR这个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使用CAT 连接上什么呢 连接上TEST TEST 测试 你看一下 我再连接一个 VR 可会这样做呢 看 小心一张 你看 是不是TEST TEST 连接上这个了 对不对 这么连接字符串 那假如我想连接多个字符串呢 再怎么办 可会再来个竖线 CAT 冒号 再连接 HELLO WORD 可会这样呢 是HELLO 因为上面我已经连接了 换号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也就连接上了 对不对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 都是字符串处理 对不对 下边统计字符数 这结果就不用了 对不对 还有统计单词数 对不对 你想知道 一共有多少个单词数 直接加上这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块 我们再加上 $VR 竖线 加这个 VR 我现在不知道多少单词 但是它会跟我们统计出来 是不是一共12个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是不是12的 可以数一下 对不对 那当然这几个都不是重点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个重点 日期格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对吧 那我们 当然了 我们说在这里边可以用这个 还记得时间 我们系统里边 直接有个保留变量 就是时间 当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分配过来时间 比如数据库里存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分过来 以变量几时 其实有个 我就不分配了 因为有个保留变量 点NOW 是不是就时间优租 对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时间优租 是这个时间优租 对不对 然后可以把这时间优租 按任意年月日 十分表的格式去 写W Smartie.NOW 竖线 是什么呢 对 DTE小线 FORMAT 对不对 然后参数 就是你想要的使用什么格式 这份写就行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想要的有什么格式呢 看一下这里边 对吧 输出日期的格式 看在下面有什么 你看跟对的函数基本上很像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24的年月日 年是什么 年月日 这个包含世界实经质的年份 对不对 是不是大外也行 对不对 那月呢 十经质的月 对不对 那日呢 这跟对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月份中的第几天 对不对 零到三天年月日 那我现在想年月日 是不是 可以这样小写的 百分号 年 Y 百分号 年月 Y 再加上一个百分号 小弟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14年 3月 28号 对不对 对 那我现在想要四位的年 那我这二十分换成大外就合适了 看 2014年3月28号 对不对 那十分秒 百分号 大H 对不对 然后百分号 分是什么 M 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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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分号 秒 大S 是吧 就是44分20秒 对 是不是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我只要给你写一个其他格式 你想要什么 是不是可以认一样 对不对 可以任意组合你这样的格式 所以咱们调解时间 时间一般的都是什么 时间一般的都是时间流畅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要用这个设置 你只要知道年月日十分秒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任意显示了 对不对 这是在模板 里面显示时间 而数据库取出来的是实际游拖 对吧 这个还是用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那再往下找 对 这个什么 缺省值 默认值是什么 就是你分别的一个变量是空 对不对 然后给我们一个缺省值 空的时候 我们缺省值什么 比如说 $有这个变量吗 没有 我们这会加上一个 DER或URT 缺省值 对吧 数据库中没有数据 对不对 随便的一个值 你看 太危险了什么 小心一下 查看字符编码 UTF8 是不是说数据库中没有数据 对吧 如果我在这块分配一个 SMRT SMRT ASGN 对吧 VR 对不对 对不对 想说这块钱上 一万 几千 一千 那我说我再刷新一张 我这块应该是用VR2对不对 你看分配一千过去 是不是就变成一千 对 所以说如果变量没分配的话 你可以给个默认值 这个也是用的几率比较高的一个 对吧 对 那再我再看 对吧 像这些都没用了 这些什么小写呀 这块是加坏 你看替换 这些呢 都跟我们 对 那就比如说咱们用一个正则替换吧 你看啊 这里边 什么呢 替换正则表达式 对吧 用来替换的文本 也就是我想 把什么东西换掉 比如这里边 有个一 四 之后有个五 之后有个八 这是个数字啊 你看 我想把数字换成几个号怎么办呢 大罗佛V啊 对不对 使用我们 这个 盘数 正则替换 现在我想把所有的数字换成五 那你会换这个 就会换其他的 数字是哪个呢 对吧 结合地 是不是这个 换成什么呢 换成几个号 比如说 我把所有的数字都换成几个号 哎呀 是不是 这里边所有数字 是不是都换成几号了 原来是不是上面显着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 都是用起来比较容易的 美工用的东西没有太难的 对不对 这是字符串的一些替换 对吧 这个是插空 插空什么意思呢 你看 是一种在变量字符串的每个字符之间插入空格 或其他字符 看到了 比如说 这个用的不是那么多 了解几个 插空 你看 插入空 空白符对不对 我们试试这样 你看每个单词是不都插空 我每个单词后边不插入空字符 我想每个单词后边都插入一个 埃子符 你看 这每个单词 符号前面都加了这埃子符 所以它可以插空 也可以插入任何字符 对吧 但这些用起来都不太多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是什么 字符串格式化 对不对 你想要字符串格成什么样的 你看 对吧 明点RF是保留两个小说 对吧 D就是格式化整数 是不是 都可以做 这里边还有什么 删除标签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这个词 截取 虽然前面都用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在smart2的时候 是不能接中文的 接中文的话就得自己改写 很麻烦 但是smart3是可以了 我们主要试一下这个 你看 Dalafvr trunct 是不是截取 截取 第一个材料截取的个数 比如说截取30个字符 对不对 然后截取完之后 剩下的多余字符怎么办 用叠点点补充 看这个 5212 这是一个 对不对 你看我要截取31个 还是A 我截取32个 你看 还谁 为什么他总知道这 你再来看 我再截取33个 还是A 对不对 我再试一下 截取35个 多两个 你看 是不是戴墨5 说明他默而是按单词边界去截 必须截完整单词 不截一半 明白 如果就让他怎么截一半 比如说这话33个 肯定这话不一定是完整单词 对不对 对吧 你看我可以怎么办 加一个布尔清 甲 怎么的 就不到边单词边界去截取 A这话是 默而是脚 加个真 看一下 小心 你看 DM 是不是一个完整单词 对不对 当然这个截取 咱们平时在做中文项目的话 一般都是中文的 这些用的都不是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怎么办 那我们这话写上 改成中文 它默认是可以截取的 中文有骨盒都行 SMRTV SMRTV ASI金 分配一个变量 VR3 这是一个演示的字符串 对吧 那你看一下 我截取一张 手 $VR3 对吧 对 这份钱 T-R-U-N-C-A-T 网号 比如说截10个 我现在用的是UTR8字机 UTR8字符级的话 你要是9个的话 正好是三个字 是不是 但是我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演示 对不对 对 一两三四五六七 它算这三个点是三个字符 对不对 是不是10个 三个点是三个字符 它算在里边去了 对不对 对 它是有这个算法的 那假如说 我不是三个的背双 就是10个 你看 它也可以 对吧 也就是不会出现中间断的那个情况 那假如说我这话 它这里边算法都写好了 你看 假如说我们这个是中英文混合的 哈喽 也不知道几个对不对 你看 它一样不会出现乱码 但是SMR2的时候 这些方法我们都要自己去写 对 就是吗 所以SMR3这中文都是可以截取的 像这个做标题 什么剩余的 什么用什么补充 那个对不对 这就比较好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一个一个看了 对不对 可能大写或者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只要知道那种提过什么就行了 你不用说把这些都记录 对不对 也 常记住几个就是格式化 时间格式化 对不对 截取这几个记忆机就完了 其他的也是不常用的 嗯 那最主要的是变量调解这个方法 对吧 提供这么多够用吗 够吗 对 不一定够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要学会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函数 那么 是不是就好了 嗯 把自己常用的 习惯 喜欢用的 常在模板里边 使用的 把它自己做出来 变量调解性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 我足够用了 因为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做的过程 就是下一个课 我们来完成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课 我们就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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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